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的死和男主人亚瑟有关 乌尔拿出了女孩的照片给亚瑟看 并说女孩叫伊瓦 亚瑟看了很久 想起来她之前是自己的员工 因为不识相被她开除了 但亚瑟认为自己并不应该对此负责 刚开始 女孩很坚强 不停的找工作 终于被一家服装店看中 成为了店里的店员 但却被前来试衣服的客人刁难 客人还嫉妒女孩长得好看 强行找关系叫店长开除了女孩 而这个客人就是亚瑟的女儿 再次被开除后 女孩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生存 她不得已只能靠美丽取悦别人 还改名叫戴希 而女孩的头号客人就是亚瑟的女婿 女儿一听马上发怒了 当场就要回婚 但被母亲比尔林劝了下来 探长又质问比尔林 为什么当初走投无辜的女孩 去你的慈善机构求助 你却故意不帮助她 比尔林说 因为女孩说她怀了她家的孩子 这明显是在说谎 她怎么可能去救助她 听到这里 亚瑟的儿子开始慌了 因为女孩怀的就是她的孩子 当初女孩被女婿抛弃后 遇到了亚瑟的儿子 她强暴女孩 还让女孩当了她的情妇 很快女孩怀孕了 她知道这个男人和她的家庭 永远也不会接受自己 她在海边思考了两久 还是决定养生下这个孩子 于是就来到慈善机构求助 但比尔林的拒绝 打破了女孩最后一丝希望 探长走后 大家发现在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但他们更担心的是 事情一旦暴露 男主人亚瑟的爵位将会不保 随后他们联系了警局 发现根本没有探长这个人 医院里也没有自杀的女孩 众人如释重福 又开始举杯庆祝 而另一边 绝望的女孩则在街头 最终选择服药自杀 女孩死前 探长出现在她面前 她告诉女孩自己是上帝 已经对亚瑟一家进行了惩罚 随后亚瑟接到一个电话 说有个女孩刚刚自杀了 有个警探正在来的路上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